最近现场来看到在苗栗东西向快速道路靠近27公里的地方 在凌晨有一名28岁的驾驶救驾 他由大湖往苗栗方向行驶 居然发生擦撞结果翻车 车上有5名乘客包括他分别受伤送往医院急救 马上连线记者周一德 主播各位观众 因为车祸受伤的这5名伤患来到了医院急救 我们可以看到车上唯一的一名女性 因为手骨折还能够自行从这屋车上走下来 但是28岁的驾驶疑似因为头部撕裂伤 躺在单架上送医 而这起车祸的地点是发生在苗栗东西向快速道路27.3K处 我们可以看到这台小客车它整个是四轮朝天 整个翻覆在国道上 车内的物品也散落一地 而当时这台小客车是由大湖往苗栗市区的方向前进 但是28岁的驾驶是喝了酒还酒后开车 而且又在夜间行驶 因此当时是在内侧护栏先撞击到之后 又弹到了外侧护栏滑行的100多公尺 结果因为失控翻车造成了5人分别受到轻重送医 这现场为您掌握最新把镜头还给朋友 好可以看到这冲撞力大非常之大 又是酒驾酿货导致呢 在苗栗这地方的国道翻车